歡迎收看時代足球總會德甲組聯賽 森巴對O4FC的賽油精華 先開球是藍衣服的森巴 而O4FC來自紅衣服 大家看到場地相當濕滑 看看會否影響兩隊的發揮 窄角度射門未能威脅對手門將 攻勢來自O4FC 這邊看見森巴的控球 初番低一點 但有紅衣服去迫 被對手迫掉了 進入禁區內一時這球高出了 相當可惜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之後看到O4FC的攻勢中路推進 左右都有隊友的 選擇左邊的位置 去到左腳再射 大家看到網沒有動 但其實是射穿網的 O4FC打開紀錄 領先1比0 入球的就是范家朗 這球看到范家朗這球射門了 一射過去 剛好那裡的網是穿了個洞的 O4FC領先1比0 然後這裡看到森巴攻勢 分過左邊 一腳直線 這樣傳得這麼通透 一射過去龍門封到 繼續看到球在森巴腳下 左路 斬在中間 打彈地去到尾柱 第一腳射被射到 第二腳射被龍門接了 長傳放上去 紅衣加多腳 結果在森巴腳下的球 扎角射射過去 紅衣封到 門線解圍了 之後門匠馬上把球撿緊 這邊 撥回中間 來自O4FC的攻勢 回後一點 推順離腳軟射過去 這次森巴門匠又淡定一點 把球托高再接實 上半場O4FC領先1比0 下半場他們開球 這個隔外球來自O4FC的 回到邊線 傳到中間 傳到底線來扎角度撕射 角度相當扎 這球都未能夠中籠 之後森巴 分到左路 一路找人傳 但發現前面沒有人自己推了 遠處有隊友的 招到招射過去 龍門把球撮出底線 這邊是O4FC攻勢 迫慢一點 這個插花 過了入到禁區裏面 上來後腳射門 但好在他也沒有中 O4FC領先到2比0 入球的就是梁創業 加速突破 進去找到梁創業 打算來後腳的 他自己也覺得有點蝦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把球送入網 這邊推進的就是森巴 右邊有隊友 有人走到禁區裏面 決定cut back 回到禁區頂的位置 遠射過去就被O4FC門將封到 這邊O4FC攻勢 在右路 看要怎樣做 插兩下花 你腳遠射過去 龍門落地落得快 把球擋出底線 這裡會不會打個撞場 永遠打個撞場 再傳過去 力水差一點點 照樣射到 O4FC門將又拿腳擋出去 這裡大腳清上去 加速追不到球 不過球證都吹完場了 最後O4FC勝2比0 最後O4FC勝2比0